好,我们下面呢,学习是A小调练习 什么叫小调呢? 就是主音是拉,都系拉 咱们C大调是都,大调是都,小调就是拉 这个就是C大调的关系小调 这个所有的大调都有一个关系小调 都是下面一个小三度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讲了C大调和A小调以后 其他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每一个都讲 请同学们与此类推,都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下面咱们先讲一下这个A小调 A小调呢,它还有分好几种音阶 一个是自然小调 一个是和声小调 还有一个旋律小调 这三个咱们都要学习一下 第一个呢,咱们先学一下自然小调 从拉开始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 注意小调的左手位置就在上边了 不是在这个坑的吧 咱们这C大调不是在这个地方吗? 那小调呢,我们这个排列的位置是五度 第一个是都 上面一个呢就是都来咱发说 说上面还是五度 Sol, La, Yi, Do, Re Re, Mi, Fa, So, La 这就是La 所以呢,这个上面这个小调 我们就要找La和弦在这儿 小调呢,它是La, Do, Mi La, Do, Mi呢是这个小三度 所以我们这个小三度呢就叫小三和弦 它在我们手风琴上呢就要隔一个位置 不是紧挨着这个 看到没有?这中间隔了一个 这是大三和弦 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有什么区别呢? 就在中间这个音 如果是大三度, 那就是大三和弦 如果是小三度, 那就是小三和弦 比如在右手,这个La 这就是小三和弦 如果我们把中间这个音, 升高半个音 那就是大三和弦 看这样 如果这样呢, 它就是A大调的大三和弦 如果把这个降半音下来 这就是小三和弦 所以这个咱们要把这个搞清楚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手风琴上经常用小调 大调 大调就是兜兜手兜 小调, La, La, Mi, La 就不一样 小调呢, 比较柔和, 抒情 大调呢, 比较形状 这个大小调的特点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刚才这个呢, 咱们是小调 还要注意一下 我刚才拉了一个五指 看见没有 小三和弦 多, 多比较远呢 所以用用五指 这个五指 多用五指 就在这儿, 小调必须用五指 刚才讲的自然小调 咱们现在要讲的和声小调 和声小调呢 它的特点就是在对七音 声高万音 用这个和声用的比较多 咱们先看一下 和声音音阶怎么回事 这就是和声小调音阶 它都是有这个和弦 和声小调呢 哪多咪 比较西 这个较要声高 和声小调 就是这样的 下一个呢 咱们就讲一下 旋律小调音阶 为什么要分个旋律小调呢 旋律就是好听一点 旋律优美 这个更复杂了 因为这个旋律小调上行嘛 他要把花和声缩 都伸上来 下行呢 又还原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让大家很好的记住 咱们看一下 这个旋律小音阶 你看见了吗 上行 两个黑键 下来呢 又还原了 这就是旋律小音阶 大家分别了 清楚了吧 第一个 自然小音阶 不声不降 第二个 和声小音阶 伸缩 第七个音声一下 第三个 旋律小音阶 伸发伸缩 下来 下行 还原 这就是三个小调 其他的所有的小调 都是一样的 与此类推 刚才我们讲了右手的 三个小音阶 那么左手呢 有没有区别呢 也有区别 同学们看一下 他们这个三个 小调主要是三个和弦 一个呢 组和弦就是 打斗命 组和弦就是 米索西 下手和弦呢 这是 refa la 这个呢 我刚才这个 都是 隔了一个吧 这就是说 没有声也没有降 就是说 这就是 自然小调的 三个主要和弦 你看啊 都要隔一个 re也要隔一个 自然小调迎接 我们给这个 弦一伴奏的时候 都用这个 隔一个 但是呢 我们如果用这个 和弦小调迎接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和弦小调 伸缩了 伸缩那个 就是大三多了 所以在 me的 这个还是用 用这个 用这个第二个 它这个 你看跟这个一样 你伸缩西 那一个 三个音响 就是伸缩西 如果自然呢 得一个 就不伸缩了 你看 来 七叠就在这儿 一定要记住 如果这个 我们 手工军的简号 写上一个 大写着m 那就是大三和弦 如果写了一个 小写着m 那就是这个 小三和弦 注意了 如果写了7 那就是 鼠七和弦 最后一个 鼠七和弦 这个 小调的和弦 咱们就学到这儿